哎你说国外的奶奶是不是也隔代琴 是 这玩意说也不知道咋回事 我的婆婆Windy跟谁都口 唯独跟孙女孙女不口 前两天孙女咬咬跟奶奶说 奶奶我要去野生动物园看猴 奶奶二话不说把票买了 告诉你 没问题明天奶蛋去 第二天一大早 叫我们起床跟她去乘地铁 说最近看见我爸可以刷老年卡 不要钱问我她可不可以 她方姐夫说 你做梦的呀 你事早在这教的呀 看老年卡 你在加拿大变成的老年 到中国来刷卡 这想象力 然后呢我们全家就开到了北京野生动物园 到了动物园门口呢 就是卖那个头位的胡萝卜 问题一问20块钱一小袋 让我开车掉头就走 我们从荒郊野岭几乎开回了市区 找着一小小事 买了四斤萝卜花了八块钱 省了十二 但因为胡萝卜太买它了 她用我矿泉水虫又花了十八 反正最后我们就抱着海量的批发胡萝卜就进去 很快我们就看到了老虎 这动物园吧也有意思 就是人不可以下车 但你可以随便开窗 我探头了 其实那是因为老虎这种肉食动物 它周围都有电网 它根本过不来 但是电网这个事呢 老虎知道 Wendy不知道 Wendy把大脑子探出去 Hello Tiger 老虎吵着它 压根没打理 Wendy就问 这是什么虎啊 居然对我毫无兴趣 我一读旁边的牌子 我说啊这是东北虎 然后大家说 奶奶这不就解释了吗 人家是东北虎 你的肉不穿成串 扫点拉串面烤了 人家都不惜的吃 你的肉属于刺身 人东北虎喜欢大串 大串 奶奶说 那我的胡萝卜呢 东北虎会不会吃 老大说 不叫 你没给人带鸡蛋酱 带鸡蛋酱 我们呢就继续前行 Wendy呢就疯狂规划 这个投放胡萝卜的进程 逛出多放 非常谨慎 到了露曲 露是最想吃的 她这胡萝卜的 那脑袋都伸到车里 是甜的 都要把它挟实了 Wendy死死抱着胡萝卜 就给两个人 最后我们手捧一堆胡萝卜 驶入了驴区 这才发现 这已经是最后一个区了 动物没了 胡萝卜没花了 Wendy抱着一堆胡萝卜 感觉很赔 就复盘 刚才不如给那些鹿了 Wendy就看着那驴 跟她孙女说 你确定它是驴吗 我看这个驴 长得就算像鹿 要不咱就把胡萝卜给它 早打都懵了 问她爸 爸爸 她不就是驴吗 为什么奶奶会觉得它像鹿呢 她爸说 女儿啊 人世间本没有鹿 给胡萝卜的人太抠了 也变成了 也变成了 最有意思的是 人家阿姨坐在前边的车里 我们马上驶出驴区的时候 人家阿姨就从前边车里的天窗 钻出来了 回头照相 Wendy看着了 把你这车天窗也打开了 看出脑袋跟她喊阿姨 但是呢 她把阿姨这个称呼记错了 记反了 我们就看着老太太 把脑袋伸出天窗 朝着野生动物来的苍穹 嗨嗨喊 亲客间驴区沸腾了 最后这一天呢 Wendy连出去买萝卜 再洗萝卜 再招驴 通过了很长时间 等我们开完车去行走区 看猴的时候 猴已经下班了 玻璃墙外门可落去 猴已归山 大家都很失望 本来就是来看猴的 猴下班了 结果 人家我儿子往玻璃门前一站 猴疯了 猴疯了